巨峰艾馬正在向佛羅里達州移動 當地官員警告幾百萬民眾撤離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此前艾馬在加勒比海造成至少22人喪生 並且造成災難性的破壞 巨峰艾馬預計星期日會在佛羅里達州登陸 政府要求560萬人撤離 佔州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佛羅里達州州長施科特說 這次巨峰是一次佛羅里達州從未見過的災難性的風暴 他說巨峰波及面比整個佛羅里達州還要闊 施科特警告說時間不多 風暴轉眼就到 氣象余報對星期五巨峰艾馬的軌跡進行了調整 風暴將襲擊佛羅里達州西部的海岸 說有著600萬人口的麥亞蜜地區 不會受到風暴的直接侵害 而麥亞蜜的一位商人對美國之音土耳其語早說 很多人都是因為巨峰警告離開了 麥亞蜜目前彷彿好像是一座空城一樣 一度曾被降級為4級的巨峰艾馬 星期五晚上再次升級為5級 氣象余報說 巨峰艾馬是有紀錄以來最強烈的大西洋的巨峰 在逼近美國大陸的途中會保持目前的強度 氣象余報說這場巨峰星期日早上 將會襲擊佛羅里達群島以及佛羅里達半島的南部 WE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